枕边经典 离幸福有多远 一起来欣赏 人有一个身体 这个身体有大自然所赋予的欲望 欲望未得满足 身体便会处于失调状态 因欠缺而感到不适乃至痛苦 欲望得到满足 身体便重新进入协调状态 会感到惬意的平静 在二者之间是欲望得到满足的过程 身体在这过程中所感到的就是快感 所谓快感是针对身体而言的 实色性也 也为了个体的生存和肿的延续 大自然在人的身体中 安置了这两种主要的欲望 其中又以性欲的满足 带来最强烈的快感 除了欲望 我们的身体还有各种感觉器官 它们的享受也可以归入快感之列 皮肤需要触摸和拥抱 否则会感到饥渴 婴儿贪恋母怀 不仅仅是为了吃奶和获得安全感 必定也感觉到了肌肤相亲的快感 年长之后 皮肤饥渴就常常和性欲混合在一起了 蛇脂对于美味的快感 当然始终和食欲有关 身处山野 我们感到身心愉快 其中包含着新鲜空气 给予嗅觉的快感 木之于美景和秀色 耳之于天籁和音乐 其快乐肯定是纯粹肉体性质的 但也可以算作感官的享受 此外 身体还有其他一些种类的快感 例如体育运动 舞蹈 摇滚时体能的释放和对节奏的享受 疲劳后沐浴 休憩 睡眠所带来的彻底放松 如此等等 总之 快感是多种多样的 包括一切形式的身体享受 大自然为人安排了一个爱享受的身体 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谴责身体的这种天性 所以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人一样 我不赞成禁欲主义 美国舞蹈家邓肯有过许多浪漫的性爱经历 招来了非短流长的议论 他为自己辩护道 我觉得肉体的快乐既天真无邪 又令人欢畅 你有一个身体 它天生要受好多的痛苦 既然如此 只要有机会 为什么就不可以从你这个身体上汲取最大的快乐呢 他说出的是身体的天经地义 事实上 为了从身体上汲取最大快乐 人类已经把快感变成了一门艺术 比如说 世界各民族历史上 几乎都产生了传授性爱技巧的经典著作 何况快感虽然属于身体 其意义却不限于身体 一个人能否自然地享受身体的快乐 往往表明 他是否拥有充沛的生命力 而这一点 往往又神秘地支配着他的世界观 决定了 他对世界的态度是积极还是消极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主张积极世界观的哲学家尼采 一度把自己的哲学命名为快乐的科学 然而 在对快感做了充分肯定之后 我不得不还要指出它的限度 人毕竟不只是一个身体 更有一个灵魂 因此 人不但要追求肉体的享受 更要追求精神的快乐 许多哲学家都在谈到 人的需要是有层次之分的 越是精神性的需要居于越高的层次 所谓高低不是从道德上讲的 我们不能以道德的名义 否定肉体的快乐 但是 正如英国哲学家约翰·穆勒所说的 凡是体验过两种快乐的人都会知道 精神的快乐更加强烈 也更加丰富 所以肉体的快乐只是起点 如果停留在这个起点上 沉沉于此 局限于此 实际上是蒙受了自己 所不知道的巨大损失 把自己的人生 限制在了一个可怜的范围内 与快感相比 幸福是一个更高的概念 而要达到幸福的境界 就必须有灵魂的参与 其实 即使就快感而言 纯粹肉体性质的快感 也是十分有限的 差不多也是比较雷同的 情感的投入 才使得快感变得独特而丰富 一个人味觉再发达 也不成其为美食家 真正的美食家 都是烹调艺术 和饮食文化的鉴赏家 鉴赏的快乐 大大强化了 满足口腹之玉石的快感 同样 最难忘的性爱经验 一定是发生在 两人都充满激情的场合 在今天 快感已经成为 最热门的消费品之一 以制造身体各个部位的快感 为营业内容的 各色服务行业 欣欣向荣 我无意评判这一现象 只是想提醒那些热心顾客 向自己问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如果你只能到市场上 去购买快感 在没有别的途径 你的身体的快感机制 是否出了毛病 第二个问题 单凭这些买来的快感 你真的觉得自己幸福吗 好了 今天晚上的内容 就为你分享到这里 幸福不仅是肉体上 物质上的一种享受 一种快感 更重要的是 灵魂上或者精神上的 满足与丰富 好了 今天晚上的内容 就为你分享到这里 如果有什么感想 欢迎在我们下方的留言区 说出来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样 最后伴随着一首好听的歌曲 祝您晚安 好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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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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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